大山之子,桑子情深,古风树下,旧居门前,青山依旧,绿水长流,伟人顾礼,钟灵玉秀,这里就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故居,李先念故居坐北朝南,身一进,面阔两间,土木结构,建筑面积五十五平方米,这里原名石家田。 李先念祖辈几代,都是靠租殿地主的几亩博田为生,当地大地主五铁城,有田地数百代,许多偏远山地里的田地不变耕种,就在附近搭建茅草屋,称为庄屋,李先念祖辈,父辈就因租种无家的庄田,才住进此庄屋,该庄屋原有两排,每排四间,两排之间间隔土墙,形成东西两个院落,李家住西院,陈家住东院。 1909年,6月23日,李先念出生于此,此后一直在艰难的岁月中成长,1926年,他参加农协,开始走上革命道路。